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今天回家之后 如果你想要看影片 我相关课程的影片 你就直接到YouTube 然后接下来去搜寻 像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就直接打那个课程名称 PowerPoint 简报培训 最好是打我的姓名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部影片 2022年3月10号 PowerPoint的简报培训 一 会先教PowerPoint word传送到PowerPoint 当所指的就是word的这些标题字 次标题字 再来就是简报的元素里面 简报元素里面 它有一些很基本的像字型 然后接下来要准备要跟各位介绍色彩 好 那如何做到一致性的设定 刚刚我们用的是某页 没错 接下来就会大量一直重复在使用这些内容 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看刚刚那部影片 你就直接点 刚刚应该有印象 这都是刚刚上过的课程内容 好 那剩下的 你们有兴趣就自己回去看 除了这部影片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3月3号的 甚至还有现在我正在直播中的这一部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 简报元素的一致性设定 我要跟各位谈包含背景 先认识色彩 认识我们的主色调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简报背景 一致性设定 自行一致性设定 除解式简报的一致性设定 等所有的简报元素的一致性设定 首先我们应该要先知道 到底哪些颜色是可以使用 哪些颜色不可以使用 首先我们就先来去看正机会的网站 其实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如何到正机会的网站 为什么到正机会的网站去看 我们到底要该用哪些的元素 因为毕竟网站是我们的一个门面 那这个门面里面用的颜色就是主色调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各位大家所使用的是要一致性的标准 当然就是以网站里面的用色为一个使用的范畴 好 所以我们就先到正机会的网站 在证券即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 点下去之后呢 请问一下我们的一个主色调 对 大家一看应该就会知道是绿色 我再举另外一个网站为例 我再举另外一个网站为例好了 各位我们的上级机关是什么 金管会是不是 对吗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就是上一个班级学长讲的金管会 请问一下金管会的主体色是什么颜色 你们知道吗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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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黄色 可以吗 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不是它logo上面的颜色 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就是 就是你看上去 你的简报应该是符合在 是这样子一个色调为基准 好 然后 请注意 他们的logo 他们的logo 所以它是有123 三种颜色在这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边分4块的时候 它也是用类似的那个 但就是不用logo上面的颜色 听得懂吗 这是他们的一个设计 可是 请问一下 他们的背景颜色是 是这个浅浅的灰色 有看到吗 我们 是很淡很淡的一个绿色 好 好 金管会我就关掉了 你要先知道 你要先去抓几个颜色 首先 请问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是主色调 是这个颜色 没问题吧 而且 它用的是logo上面 最深的那个颜色 我们是先有这个logo 才会出来这个主色调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的背景的颜色 你现在乍看之下 它好像感觉还是像很浅的灰色 好 等一下我们都是透过电脑去抓出来的颜色 所以 我们只会标R多少 G多少 B多少 也就是说你到时候要告诉别人 色 是告诉他RGB 可以了解 好了 接下来这个是主色调 然后这是背景色 请问你 字应该用什么颜色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老师 这边不是看到一堆的蓝色字 错 这是超连结 超连结是固定的 字式的 你改不掉了 像例如说 请问一下 我又不要一过去 它变成红色 这是超连结的技术 不是用色 这样了解吗 这是网页的技术用色 好 那所以请问你 我们的字是什么颜色 有看到吗 如果说是标题的字的颜色 就是用这个主色 然后 然后指标题就是用什么颜色 黑色 听得懂 那你会说 老师那网页上的文字 很抱歉 你要知道制作网页的时候 它应该会选择 正常来说 应该会选择是像 正黑体会比较合适 而不是标台体 毕竟 凯书算是比较正式的 那网站是属于比较 那个 广为被大家所接受的 好 就是要比较 设计比较活泼一点 那接下来 请你去看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 这里面有看到 它有 它有一个很大区块的背景颜色 它是不是还是有区分 所以 请问一下 你觉得我们的背景应该是什么颜色 是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就是我们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是不是背景要用这个颜色 这样了解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主色调 主色调最大的字用主色调 然后 然后如果是小一点的字 应该要用黑色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 它就不是用黑色 好 它之所以用这个颜色 都是用主色调 是因为它的这边背景颜色 不是很浅的 那个浅绿色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如果是很浅的这种很接近浅灰色 它其实它就是用黑色 黑色来呈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抓几个颜色 第一个这个颜色 没问题 第二个这个颜色 它这边有分第一种背景 第二种背景 这个颜色又比它稍微深一点 然后接下来第三种背景色 好 所以这边有四种颜色 再加上 第五种是不是就是黑色 请问一下你要不要抓什么R25250的那个就是黑 不要抓到满板的黑 不 黑色就是黑色 白色就是白色 好 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反正就是你要去抓一二三四再加黑跟白总共六个颜色 可以了解吗 假设你有天你去金管会你要抓什么颜色 一定有黑白的 所以你要抓第一个是这个颜色 土 这有点像真的就是金的颜色 土豪金 好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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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跟白都不用讲了 第二个 它这边 有这样子的一个灰色 当做是背景 可是这两个颜色根本就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背景其实是固定的 好 第二个颜色是它的背景色 第三个还要抓什么颜色 它没有了 它就只有这两种 再加黑白 没了 它就只有用两种 它就是主色调是这个 所谓的土豪金 对 然后跟这个灰色 然后再加黑色跟白色 没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是它的用色 好 那 请问怎么抓这六种颜色 好 首先 我们现在要先抓我们的第一 认识我们的用色的色调 所以请打开我们的简报 第一页 我们先插入六格 六格 来请插入六个这个 矩形 好 来 第一个 矩形 不用画太大 等一下我全 我要放在每一页的右上角 Ctrl 先按住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可以吗 我们总共六格 你要先分别画出来 好 好 那怎么画六格一模一样大小 其实我有加按摩扭键 然后拖曳 就产生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直到第六个 黑色 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第一个 我要放主色调 听得懂吗 各位知道主色调是什么吗 对不对 第二个 就是 他对我指的 背景色 第三个 第四个 黑色 白色 听得懂吗 大家都是这样放的 那如果是今晚会就只有四个 听得懂吗 因为假设有一天你去今晚会工作的时候 这边就只有出现四个 而且这个一定是黑色 这个一定是白色 可以吗 没有例外 听得懂吗 然后 你的检报里面 就只能出现这六种颜色 不能再出现其他颜色 听得懂吗 然后呢 图片里外 图片你不能限制说 人家 吃到美术系帮你设计的一个海报里面 就只有一样这六种颜色 不可能吗 对不对 听得懂 所有这些是不是一切都符合标准 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 来 第一个动作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抓六个颜色了 第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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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 好 第二 请点它 请点第一格 第一格 我是不是要放正机会的主色调 好 好 请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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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面 下面 下面这个是网页 请拉到主色调所在的位置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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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填颜色 当然会 当然就是用这个图案填满 对不对 但是 你现在图案填满 是不是要填 别人视窗的颜色 对吧 你就不会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不会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教你说怎么样去填 好 请你听好 怎么样去把这一格填的颜色指定为这个颜色 好 第一 来 请点这个在简报里面 第一 麻烦请点这个 绘图工具格式底下的图案填满 那 请用色彩选择工具 色彩选择工具有看到吗 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在你自己的视窗 都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就是要 重点是 要 用别个视窗的颜色 所以你要左键 按住 一直按住 到什么时候才放开 到这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视窗 确定了是这个颜色 你要不要记一下 多少 16 132 129 它是颜色叫深蓝绿 听得懂吗 因为这是必须要提供给别人的 好 所谓别人就是你要花钱找 人家来帮你做设计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他 我们正机会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 好放开 请问一下 我的内容填色 是不是就填了这个颜色 接下来 请选第二个 请选第二个 然后 请点选 就是一样 绘图工具得是图案填满 而且图案填满是选择 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按住 左键 拖翼 拖翼到 这个 这个地方 放开 然后第三个颜色 一样的做法 请你们自己做 好 等我一下我先把另一个颜色填好 好 来 请继续 开到最大化 开到最大化 请问 每一页 是不是只能用这六个颜色 既然是这样子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 正机会的颜色 让它出现在每一页 有听懂哦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件事 怎么样让这六个颜色出现在每一张头影片 听得懂哦 现在我们要学习这一件事情 如何让六个颜色出现在每一张头影片之中 好 好 有听懂题目咯 那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 请选这六格 第一 一 一 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做第一件事 前面那个根本上就算了 我们现在来选这六格 好吧 请选这六格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请选这六格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请选这六格 可以吗 第二件事 请点常用底下的减下 剪下 就把它剪走 第三件事情 剪走 我要去用 检视底下的投影片母片 检视里面的投影片母片 请问我要贴在哪一张 是不是竹母片 对不对 然后再选择长腰底下的贴上 然后请搬到右上角 稍微缩小一点点 可以吗 当你放在竹母片的这个位置 以后每一张投影片通通都有 好 我们现在点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解释 你看第一页 右上角是不是有这六格 第二页 是不是右上角又有这六格 依此类推第三页 第四页 可以吗 好 我现在只是说 让每一页都要出现这个六个基本色 最标准的一个色彩 就只能用这六个颜色 有做完了吗 我要继续咯 或者后面会一直很快速的 一直在讲这件事 好 请问一下 如何设定我的简报的标准用色 所以第一我要设定我的背景色 背景色是它 我的简报的背景色是它 所以麻烦请 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去设定标准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设定那个背景 所以请点一 检视 第一请点检视 二投影片母片 来请 请设定这一张组母片 滑鼠右键请点组母片 滑鼠右键 请点到这一张组母片 然后滑鼠右键 有看到背景格式吗 点选背景格式 然后接下来这个色彩 色彩 背景的色彩 有看到往下的三角形 请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请用色彩选择工具 因为是在这个自己的档案里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它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张投影片的背景 是不是都被你改掉了 可以吗 而且这个颜色 绝对跟你网页上面 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些人不喜欢 这么暗的 就是这个颜色 所以他会用这个颜色 所以都可以 以我上课 以我上课来告诉各位 我看你喜欢的是 看你喜欢的是 现这一块的感觉 还是下面这一块的感觉 可以吗 好 我比较请这样建议你 因为是简报 因为是简报 建议是用这个颜色 建议是用这个颜色 好了 所以麻烦请修改 修改 色彩 色彩 然后色彩选择工具 请选第三个 就是一点点浅浅的绿色就好了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的背景颜色是不是选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字的颜色 请选这些字 这些字 选到这些标题字 是常用这边的字形 请一样用色彩选择工具 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去选第一格阻塞调 还有下面这些字 下面这些字也要用这个阻塞调 因为这是网站上面他用的习惯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样请把下面这一些字的色彩 字形色彩 透过色彩选择工具 选到第一格 主色调 OK 我们大致上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背景 还有字形色彩 好 我们先来看整体的感觉 请点减投影片某片的 关闭某片检视 好 你现在来去看你的简报 可以吗 你这样看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会有那种 一致性的感觉